我的幸福心愿是想在我的家乡开一个小服装店 好 来 请回 瞧你那亲爱的样 有 小心 为什么要卖服装店 你现在唱歌不正在顶峰时期吗 挺好的吗 你唱的挺好听的 因为我现在的体格也吃不消了 因为你刚才看到了 哪出毛病了 就是腿 腿 我看你是想生孩子了 对不对 到了生孩子的年龄了 因为我想做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 但是你开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会偏偏选择开服装店呢 是你有什么优势吗 因为我喜欢 我就想试一下 你会做销售吗 应该是可以的 那咱们试试啊 我们找个客户 来 潮汐 你们这儿有什么 你觉得适合我老婆的女装 女装 对 或者内衣啊 什么的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想问问你 那我给你介绍这一款吧 这一款特别特别的好 它的质量啊 它的舒服度都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它这个 你看你不会做销售吧 做销售首先要问客户的需求 你老婆多大年纪啊 你得问她的自己的需求啊 你以为做销售那么好做呢 现在卖服装店的人多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 身下的实体店也不好做 对 所以你要做服装店 你还得自己去培养一些销售技巧 这个我可以去学习 你说说你要开个多大的服装店 100平米吧 一年要四五千 就是店已经就是说 排下来了 排下来了 从哪进货呀 在沈阳 那这进货大概需要多少钱 你算了吗 两三万吧 我们来听听四位老师 对你的这个心愿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也提一个小建议吧 因为她唱歌是很好听的 可以在她这个小店经历的同时 开一个直播 对销售啊 包括业绩啊 肯定会有所帮助的 我个人要先给你提供半年的这个房租费 让你去练一练 谢谢 谢谢 你很勇敢 十年前的勇敢呢 让你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次呢 你选择开个服装店 我相信你的勇敢 所以说呢 我会给你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我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再去试一试 给自己的人生杀出另外一条血路来 你能成功 谢谢老师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 在一个小镇上有那么一家小服装店 一个漂亮的女生 唱着美丽的歌声 一个一米九一的大汉 像个保镖一样站在旁边 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说真正走得远和走不远 并不在于身材的高矮 贫富的差距 更多的还在于你们的心 靠得近或者是不近 所以祝愿你们早生贵富 生意兴隆 谢谢陀老师 谢谢你们俩 谢谢陀老师 谢谢 小百灵的故事里 虽然充满坎坷 但是徐立东的出现 为他的生活重新带来了希望 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心想事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